独立参选台湾总统选举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副手赖佩霞 今天下午两点到台北市选委会递交总统副总统选举联署书 但他事后没有对外公布送件数量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郭台铭没有透露递交的联署书总份数 但他的阵营说明天中午全台截止收件 整理并计算后就会对外公布 郭台铭递交联署书后强调 自己将会和搭档赖佩霞继续奋勇前进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 要取得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资格 联署人数必须达到最近一次 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总数的1.5% 也就是说郭台铭和赖佩霞必须在明天前 提出28万9667人的联署书件 中选会将在11月14号之前公告联署结果 他不要来打台湾 我一定愿意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